缅甸发生了一系列与白锁城有关的事件,据报道,白锁城被困在果敢地区,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,军政府拦截并扔掉了他,在老街守卫部署驱动策略平息民众愤怒,并为此向大国交代,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敬,可以明得失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1.18日上午,同盟军拿下了阳龙寨口岸,撤下了免方旗帜,下午由免军反扑,白家民团等力量没有参与,网传免军老街现任华氏人卷将吞吞吞敏,亲自在阳龙寨指挥坐镇,这是同盟军拿下的第五个口岸,从此老街真正变成孤城,再难从中国获得生活物资补给。 2.18日下午,卫家边防营开打,免军直升机支援,枪炮声不断,免军出动飞机支援,边防营主要由之前同盟军投降派组成,战力不容小觑,同期开打的还有观音山,南天门,老街老城区周边,米县沟军分区司令部,大水塘不知道打没打,可以说同盟军是全线出击,遍地开花,之前说包围老街的部队,抽掉了去打木槿,现在看起来是同盟军迷惑敌军的烟幕弹。 老白74岁了,年轻时候纵横江湖,何曾怕过人来,只怕是电诈冤魂来索命了,白家卫家头目潜逃失败。 12月20日,国赶老街到处激烈交火,据缅北最新消息,同盟军经过两天的激战,堂住了缅军战斗机的猛烈轰炸,终于拿下了卫家的边防营,直逼老街。 此时此刻正在老街附近的311军校附近,跟缅军以及白家的民团发生激战,此战最大的遗憾就是,让卫家的核心人物,掌控1006边防营的卫三逃脱。 卫家能够在老街跟白锁城分庭抗礼,主要靠的就是这个1006边防营。 这个营是属于缅军的正规军编制,大概有将近800人,比白家的民兵大队强很多。 目前,老街城区的新百利、金象城、观音山等重要地段都被同盟军拿下,照这个进展情况,马上拿下九方,拿下米线沟乃至整个老街,都是指日可待。 老街外围最后一个缅军的核心阵地,南天门山也正在被同盟军围攻。 18日、19日,缅军出动飞机轰炸了同盟军阵地,缅军和同盟军发生了激烈冲突。 这是缅北各方在昆明和谈后,果敢地区首次发生战事。 至今为止,缅甸方面尚未交出一名中方通缉令追捕人员。 另据消息,在俄技术人员的支持下,苏30战机已恢复战斗力,还有一批重型地面装甲武器已到达缅军手中。 同时,果敢边防营臭名昭著的21警察营有数人意外被同盟军俘获,这些人恶贯满营,手里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生命的血。 甘愿充当明学昌的打手,制造了1020卧虎山庄事件,希望同盟军把这些柜子手移交我方,等待他们必将是法律的严程。 12月19日 果敢同盟军突然发布了加强对清水河解放区管理的通知,同盟军要求从12月19日起,从傍晚19点零分至次日凌晨7点零分,免时,清水河口岸兄弟桥检查站将实行按点关闭制度,除急重伤病员可以通行外,一般事务不予放行,执行公务需通关的,需上报同盟军高层审核批准后方可通行。 很明显,同盟军这一招就是防止白家、魏家、刘家等电炸头目趁机逃跑。前两日有消息传出,白锁城等人乘坐两辆越野车企图逃离老街。 不过被免军拦戒下来了,老街免军的目的明确,白锁城目前还不能离开,必须留下来战斗到底,不然底下的民兵大队就会直接向同盟军投降了。 白锁城的利用价值不被彻底榨干,免军都不会放过他的。目前虽然在老街地区,表面上同盟军与免军是临时停火了,但是在免军的支持下,白家和魏家的民兵大队与同盟军爆发了激烈的交火。 有消息称,免军似乎暗地里高架向白家、魏家移交了不少武器装备,其目的很明显,就是让白家、魏家在老街跟同盟军死磕。 让白锁城把更多的同盟军兵力,牵制在老街城区,好方便免军在其他地方发起反攻。 事实证明,敏昂来就是在玩缓兵之际,利用老街拖住同盟军大量的兵力和注意力,同时,老街也是敏昂来给中方讨价还价的筹码。 免军趁机在木解地区、腊须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反攻,甚至在老街的外围的老乡堂一线,免甸空军主动派出武装战机轰炸同盟军防区后方。 这就符合兵部厌诈,免军何谈是假,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和发动反攻才是真的,真理在大炮的射程里。 永远不过时,战场上拿不来的,谈判想都不要想。 从目前的缅北局势来看,同盟军和缅甸军政府的首次和平谈判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,在中方发出通缉令后,缅甸方面态度消极,果敢四大电炸家族已决心顽抗到底,看来清楚老街缅北电炸的重任只能靠同盟军了。 网传刘阿宝遇戴罪立功。 这几天传来白锁城内部在内讧的消息,刘阿宝投降书中提到三点,令白锁城不寒而栗。 一,请求同盟军饶恕他家人,并让同盟军帮他向大国求情。 宽恕他,愿意将家财充公。 二,如果饶恕他,奉上白锁城向上人头作为界面礼以及两亿人民币。 三,达成协议,愿意为同盟军开局,理应外合,协助同盟军清除白家抵抗力量。 看来,年北老街已经内乱了。 更传出白锁城,如曹操梦中杀人,以为是刺客,误杀了两位保镖。 还有消息讲,白锁城16日当天把他的民团,集中到九方,向手下宣布, 他要上山打游击,过过去那种甩火柴头的日子,也就是要和彭德仁换个位置。 看来他还在幻想着,有朝一日再杀回国感老街来。 估计这次没有那么简单突围出去的可能了,建议他们要不化妆分散出逃。 但逃亡目标有些难选,最近的瓦帮应该不成,百分之百把他移交给大国。 米昂来打算黑吃黑,白锁城之所以被扔回国感,并非毫无缘由。 据可靠消息透露,白锁城早已将大量财富转移到缅甸腹地,这使得军政府有了将其留在老街的理由。 而缅政府之所以希望他留在老街,实际上是出于对人才分离的精明谋略。 通过让白锁城留在老街,政府可以更轻松地对他进行监控和控制。 确保他的财产不会成为同盟军的战利品。 白锁城留在老街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,他能够阻挡同盟军的推进,老街的地理位置对于军政府的战略撤退至关重要。 白锁城的助手为军政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,这种权谋手段不仅稳固了军政府的立场,还为其有条不稳地从老街撤离创造了条件。 缅甸军政府的决策不仅着眼于战场,更在于政治局势。 如果同盟军占领老街并杀死白锁城,缅甸军政府可借此平息同盟军的愤怒,为后续谈判创造氛围和前提。 这是一场政治上的心理战,军政府通过全谋谨慎布局,将愤怒引导至对白锁城的仇视,从而维护自身利益。 缅军政府的决策也是为了给发布通缉令的大国一个交代,收留白锁城可能引发更多麻烦,因此军政府不抓也不放,采取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。 一旦白锁城的财物被吞并,他对缅军毫利用价值,军政府也会毫不犹豫地一脚踢开。 随着同盟军的包围逐渐收紧,老街区的最后防线只剩下南天门等几处坚守不拔的据点尚未被攻陷,白锁城等人陷入绝境。 而米昂来抛弃他,大国通缉他,同盟军则渴望活捉。 白锁城还有许多部下,想要借此机会弃暗投明,将他作为筹码,老街的首饰显然岌岌可危。 面对新颁发的通缉令,白锁城不以为意,反而公然高调成立新的指挥小组,试图以此对抗果敢同盟军。 这一切都只是无意的挣扎,他深知自己已无路可退,只能硬碰硬,进行最后的恶斗。 总结来说,白锁城在通缉令发出后仍然顽抗的行为,以及米昂来对此事的处理方式,是缅甸政治动荡的一个缩影。 这一事件揭示了缅甸政治体系中的复杂性和多方势力的相互博弈,随着局势的发展,缅甸的政治未来将面临重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。